3月11日晚,于正发文称,一个在横店拍戏的女演员在自己的房间里被人偷拍了换衣服,偷拍者还来到他拍戏的地方,威胁和勒索他要钱。 据说,宾馆的监控已经拍到这名戴口罩的年轻男性。 于正气愤表示,这种人被拉出去枪毙一万次都不足惜,并提醒所有租房子住宾馆的女性朋友要保护好自己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